那么这个六道 六道是我念头造的 不是真有 真的是梦境 我们从这个地方 能体会到佛陀的智慧 他把整个宇宙 一切万法 受之为 梦幻泡眼 如露一如点 这是他的速度快 像闪电一样 一闪就没有了 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频率 是1600兆分之一秒 比闪电速度还快 那这印足如是观了 我们应该看整个宇宙 看万事万物 都要用这个方法来看 它是梦 它是患 它是炮 它是瘾 绝不是真实的 所以绝对不能在这个里头 起心动念 我要拥有它 我要得到它 得不到 身体都得不到 身体是梦幻报应 如果晚上睡觉做梦 起来的时候 稍稍坐一两分钟 把梦境回味一下 没有了 立刻回到现实的生活 告诉自己 这也是梦境 我从梦境里头又回来了 还是这个样子 生死是个梦境 死的时候 这个梦灭掉了 再去投胎 又是一个梦境出现 永远在梦境里头打滚 一个接着一个 总是醒不过来 这就是佛在经教授说的 可怜明珍 它有什么可怜呢 这就是可怜下 为什么醒不过来 我们迷得太深了 迷得太久了 对佛法之道太浅薄了 所以佛法的力量不够 敌不过我们的习惯 敌不过我们的习气 这就是说 为什么佛天天将近说法 用意活在 既实施是一步音 没关系 不断重复 天天重复 不要间断 是说 帮助我们 佛法里面的善根 训细 让我们这个善根 能够跟 烦恼稀奇 抗衡 那烦恼稀奇 是无 佛法的稀奇 是什么 古人家是常说 邪不是真 烦恼稀奇 虽然多 虽然久 它是邪 佛法的稀奇 是真 只要有足够 正的力量 就能够把邪 打败 那我们就能 真正一行过来 念佛人 行过来 行过来 是什么地方 极乐世界 这是真行掉 阿龙汉 行过来 是换了一个境界 不是真行过来 换四身法界 还得从四身法界 里再行过来 不容易 净土这个法门 妙极了 行过来睁开眼睛 一看 极乐世界 看到阿弥陀佛 会看到 许许多多 过去身中 你的亲朋好友 在极乐世界 他们念佛先往生 看到我们都会认识 所以我常说 到极末 极乐世界 绝不孤单 会很热闹 通通通认识 通通记起来了 朋友多 亲戚多 同学多 那个地方 没有是非任务 那个地方的人 通通是 亲近平等羞 真诚相待 和目相处 在极乐世界 圆满成就佛道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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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